这是大白菜 放点大白菜给忙 我想再买吃 来了 吃新菜了 这血壁 不要是吧 退来退去干嘛 傻鸟 这血壁 老是退来退去干嘛 又想出来是吧 别出来了 有脑衣了 进去吃新菜 又跑出来 刚刚别人经过我家 给的龙眼 妈妈虫要不要 现在龙眼也快过期了 不知道还好不好吃 来要不要 这母的好像不吃龙眼的 不吃我吃 这血壁也跑出来了 这妈妈虫 动不动就挨揍 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 这小血壁 像个小婆妇一样 太凶了 动不动就揍妈妈虫 别乱飞 现在是不怎么敢放他们 因为前两天有一只老鹰 飞来坐小屋了 还好没坐到 别到处飞 放他们出来 看着没事 就看着 让他们玩一会 又飞起来了 又开始乱飞了 就把他们放回笼子了 要不然他们乱飞 我看不过来 不过那只油粉好像不在了 应该是飞走了 这两天我没放鸟 可能是放弃了 飞走了 是不是想洗澡了 是不是想洗澡了 看他 他屁股一动 我就知道他想干嘛了 应该是想洗澡了 这下雨天没有太阳 就别洗澡了 看又下雨来了 走了回笼子了 回去了 你也回去了 回去吃青菜了 牡丹鹦 特别喜欢吃这种大白菜 我每天都会给他们放一点 这种大白菜 我是用水泡过的 用清水泡半个小时左右 再给他们吃 避免有药物残留 危害他们的健康 用水泡一下 这大白菜吸收很多水分进去 水分更加充足 他们吃起来才有劲 他们就是吃大白菜的汁液 不管喂什么青菜 最好还是用水泡一下 再给他们吃好一点 现在市场上卖的那些青菜 很多人家为了保鲜 都用保鲜剂起过的 所以喂给他们的时候 最好用水泡一下 再给他们吃 这样子会好很多